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3月20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今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25天了 应该是,目前双方战事比较胶着 从乌克兰的战报来看 大家看个图片,这也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搜集的 这是一个乌克兰的战报 可以清楚的看到,机毁飞机是95架 直升飞机是115架 坦克是466辆,什么吉普车1470等等 还有军舰是三艘 俄罗斯军人死亡是14400 这是乌克兰方面的战报 这个真实性,大家自己琢磨,半正半假吧 然后这个BBC报道,根据西方情报来源表示 认为有7000名俄军被杀 大概14000到21000人受伤 这么一个战损情况 那今天呢,更大的一个新闻是 乌克兰方面宣布在赫尔松打死了俄军 禁卫第八诸宾种合成集团军司令 叫穆尔德维切夫中将 无妨说,穆尔德维夫中将是在乌军浩基赫尔松的切尔诺巴耶夫卡机场时摧毁了俄军指挥部 是被炸身亡,同时阵亡的可能还有其他几位高级军官 禁卫第八集团军啊,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英雄部队 后来参加了什么强斗蒂涅伯和解放乌克兰和柏林战役 首任司令员是崔口夫大将 这条消息啊,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宣布的 乌克兰方面啊,已经在狂欢庆祝了 有多家媒体报道 但是呢,这个消息呢,俄方并没有表态 所以是有待证实,如果啊,这个是真的话 那么这个是俄军啊,在入侵乌克兰以来 大概就是24天吧,阵亡的首位中将 也是俄军阵亡的最高将领 那截止到今天啊,俄罗斯已经有五位将军阵亡 善孝和忠孝啊,也十几位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啊,短短的23天 俄军就阵亡了五位将军 十几位善孝和忠孝啊 这个即便在二战中 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伤亡 就是在二十多天里面,阵亡五位将军 这足以说明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一次啊,这个人员损失是非常大的 这个我在有一期也专门讲过了 可能还真跟俄罗斯的这个通讯系统啊 有关系 这一次啊,是他的指挥所被炸着了 而且啊,还不是什么精确制导 什么导弹攻击的 而是这个炮火,炮击的 所以说这个很,这个不合常理 对吧,一个中将啊 他的指挥所应该是很隐蔽 或者是叫防护的很严密的 怎么就这么容易被乌军给他炸了呢 啊,说明俄罗斯这边 这个军事啊,这个防御这一块啊 还是很欠缺的 啊,关于乌克兰这一块呢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向泽伦斯基报告,说啊 在登巴斯的地区啊 乌克兰武装部队 叫北方集群 还有三万五千名士兵和军官呢 在这个,这一地区 但是呢,已经被这个俄军啊 合围了 然后呢,这个,这支部队啊 这个战损达到百分之六十 所以呢,这个指挥部啊 向总统泽伦斯基啊 请求派遣这个预备队啊 或者其他的部队来增援 但是呢,说这个总参谋部啊 没有办法满足这一要求 因为所有的部队 都集结在这个基辅和奥特萨 奥特萨啊 据说也被俄军啊 一路从海面 海上一路从北方 已经把奥特萨包围了 可能近几天啊 这个战斗就要打响 那么邓巴斯地区啊 还有这三万五千名 这个乌克兰士兵 如果得不到增援的话 那么这三万五千名士兵 可能就是没有深入了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啊 俄国防部称 俄军使用了匕首 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系统 摧毁一处乌军式目标 这个视频啊 网上有 这个叫俄罗斯啊 俄军啊 18号使用了匕首 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系统 摧毁了乌军一个大型的 地下导弹和航空弹药库 据称啊 说这个弹药库里面 有大量的西方和美国 援助乌克兰的这个武器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啊 这个匕首啊 操作系统啊 这个匕首 这个超高音速啊 这个匕首啊 高超音速导弹啊 非常贵 如这么一个导弹去炸这个 弹药库 实际上是不值弹的 但是呢 如果这个弹药库里面 存放着全部是美国或者西方 援助乌克兰的 那些什么毒刺啊 标签啊 那些武器装备的话 那也还是值的 据统计啊 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二十多天来 俄罗斯已经发射了一千多枚导弹 国外专家都在算 他们在计算 说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啊 差不多快用完了 这个也不知道真假 总之俄罗斯是很难捕获的 用一颗少一颗 所以俄罗斯寄出了这个大杀器 就是匕首 总体上来说啊 这个战啊 打了二十多天 乌克兰肯定有很大的损失 但是我们不知道 很难发现 俄媒也报道 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 是乌克兰方面 报道出来的俄军的损失 这个大家都知道 乌克兰这人人都是自媒体 拍了照片就传上去了 而且乌克兰要求 这个乌克兰的自媒体啊 拍了乌克兰的这个战车 这个军事目标 还有军人都不能传 他们只传这个俄罗斯 这个战损的这个坦克啊 专甲车啊 飞机啊 人员啊 等等 他也是怕俄罗斯啊 俄军啊 根据这个自媒体上 发布的这些东西 去寻找目标 所以我们呢 看到的更多的 都是俄罗斯的这个 装甲车 坦克啊 被掀掉了顶 把装甲车打爆了 对吧 都是这种视频和照片 所以对乌克兰的 正式的损失 咱们很少看到 网上也有 俄媒发布的 一些无人机拍的 这个直升飞机啊 大洋角的这个 发射火箭弹 对吧 轰炸乌克兰的这个 军事基地和这个 军事目标 也很多段这种视频啊 那大家就分析啊 说这个直升机啊 大洋角的 去发射火箭弹 实际上就 命中率啊 就非常差的 那为什么俄军 要采取这种战术呢 主要是怕毒刺导弹 就是乌克兰这样 很多人呢 都扛着毒刺导弹 寻找目标 俄罗斯的这个 直升飞机一出动 很多这个 乌克兰的这些 什么特种小组啊 就会收到命令 他们就躲在树林里面 或者是建筑物里面 就攻击这些武装直升机 迫使啊 俄罗斯的这个武装直升机啊 飞到战区的时候 它不能飞得太近 大眼角嘛 这样的话 那个火箭弹啊 能打得更远 抛一线嘛 虽然命中率低了 但是呢 可以死飞机啊 不用飞到这个 离这个战区啊 太近 这样避免自己 被这个毒刺导弹 打中 是迫不得意 这样直升机啊 发射完就走 就脱离战区 所以说这个战事啊 如果这么僵持下去的话 对俄军是不利的 乌克兰啊 这样化整为零的 对俄军啊 临敲碎打 俄军的这个战事啊 太高了 这个西方啊 美国 北约 给俄罗斯的这个 军事援助 大家都知道了 标枪啊 都是几千枚的 这个标枪导弹 你就算三个标枪导弹 打一个坦克 那它也得报销掉 一千辆坦克啊 俄罗斯有那么多坦克吗 还有毒式导弹 还有RPG 现在啊 这个又在美国 又在给乌克兰啊 在组织防空导弹 什么防空导弹呢 是叫S300 这种防空导弹 又是苏制的 应该现在在斯洛文尼亚 然后美国呢 就是动员斯洛文尼亚 说你把这个导弹 捐出来 送到乌克兰去 打俄罗斯的飞机 这个斯洛文尼亚 据说啊 在摇摆 它也不愿意去 把这个送出去 想把它送给美国 你美国人去送吧 都不想直接 得罪俄罗斯 但是我想啊 斯洛文尼亚的这个 S300 这个防空导弹 十月八九 用到乌克兰去 这种防空导弹 乌克兰人 稍微培训一下 就会用 那这个是打飞机的 那这样的话 对俄罗斯的这个战斗机 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大家都怀疑啊 说这个俄罗斯 在乌克兰 打成这样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 对吧 打打停停 停停打打 好像到现在为止 就占了一个哈尔松 一个是 其他的都没有完全占领 什么马里乌布尔呀 切尔尼科夫啊 好像都没有全部占领 普京在忙啥呢 普京啊 在大清洗 抓内奸 今天啊 俄罗斯联邦安城局 逮捕了俄罗斯 国民警卫队副司令 中将加弗里洛夫将军 逮捕的理由是 泄露军情 俄乌冲突前啊 美国情报部门确认 俄罗斯一定会出兵乌克兰的 但当时很少有人信 并嘲笑啊 CIA是在制造恐怖气氛 现如今潜伏在 俄军高层的艳鼠被抓 证明了CIA的工作 卓有成效 俄罗斯啊 已经损失两员中将了 一个战死 一个是单间谍被抓了 所以前一阵子啊 咱们不做视频吗 说了这个普京啊 正在搞大清洗 今天消息就出来了 一个中将单间谍 这个还是很要命的 中将是非常高层的 怪不得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啊 一举一动 美国人掌握的那么清楚 而首席谈判代表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啊 说莫斯科啊 和基辅 就乌克兰中立问题 缩小分析 俄罗斯代表团的团长 说啊 双方就以乌克兰的中立地位问题 更接近达成协议 他认为啊 说乌克兰的中立地位 和不加入北约的问题 是会谈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面 双方的立场已经达到了最大程度的接近 他补充说啊 说双方现在 在有关乌克兰 非军事化的问题上面 谈了一半 梅丁斯基指出 虽然基辅坚持认为 必须让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地区回归 但俄罗斯认为 必须让这些地区的人民自己决定他们的命运 梅丁斯基指出 在谈判人员敲定结束敌对行动的条约草案 并得到两国政府的初步批准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有可能进行会晤 这个俄罗斯的代表团的团长说 第一个说关于乌克兰中立的问题 双方已经很接近了 第二个乌克兰希望呢 什么克里米亚呀 邓巴斯地区啊 都要回归乌克兰 但是俄罗斯的态度是什么呢 说要尊重这个地区的人民的选择 第三个说如果双方谈的大争一致了 那么泽伦斯基就跟普京直接会谈 就这么三个意思 从这点看啊 这个俄罗斯啊 一贯的流氓手法 这个外蒙古啊 就是沙皇苏联啊 反正总是俄罗斯 他们这个手法给他独立出去的 就是前苏联呢 斯大林也是打着以尊重啊 这些地区的人民自己决定他们的命运 然后让他们公投 这个这是沙皇 俄罗斯 苏联的一贯高法 说到这儿啊 我就不清楚 为什么那么多人 没有原则的支持俄罗斯呢 没有原则的崇拜俄罗斯 这个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作为博弈来说啊 就是俄罗斯不行了 我们不能让他倒下 我们都帮他一下 这是可以的 这种不带情感 纯粹是一种博弈 就像做生意一样的啊 如果俄罗斯普京倒下了 那么俄罗斯可能就全面倒向西方 那么这个世界可能就变成中国跟美国两极 那中国的压力就很大 你从这些博弈的角度来说 那不能希望俄罗斯啊 就这么躺下了 所以希望他能保持一定的这个国力 能够呢吸引美国的火力 或者就是对美国对欧洲 形成一定的牵制 这样保持一个三国这种鼎励的态势 中国呢 这样压力会小一点 从这个角度说 咱们是暗中啊 支持俄罗斯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说精神上面 很多人轻俄 这纯粹是那种叫什么效应啊 哥德斯尔摩综合症 也受虐狂 你看这个俄罗斯 对吧 中国国家主席刚跟拜登通完话 俄罗斯马上就要卖这个S500反导系统给印度 这些轻俄的人呢 他根本就看不见这些 如果中国跟俄罗斯之间要有利益冲突 那你说俄罗斯肯定把导弹就对准中国了 再看看泽伦斯基的态度啊 泽伦斯基又发了个小视频 就是19号发的啊 对莫斯科喊话 他表示是时候见面谈谈了 否则啊 俄罗斯的花销将不断升高 你们几代人都无法东山再起 我觉得泽伦斯基这话说的对啊 这么耗下去啊 实际上就中了这个拜登的这个计策了 俄罗斯啊 国力大入 每个三五十年缓不过来 普京什么态度呢 看普京啊 在莫斯科出席活动时发表讲话 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 所有目标都将实现 普京强调 美国利用乌克兰对俄构成威胁 俄方有必要捍卫自身利益 此外 普京18日与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时表示 乌方千方百计拖延谈判进程 提出越来越多不切实际的建议 尽管如此 俄方任准备继续秉承相关原则性态度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普京还是比较老辣啊 一眼就看出这个泽伦斯基的这个小把戏啊 所谓的谈判是拖延时间 就想让俄罗斯在这耗 普京呢也知道 对手是拜登 不是什么泽伦斯基 泽伦斯基啊 也掌控不了什么 最终是接着打 还是说谈 谈到什么程度 最后都是拜登有这个操控的能力 这个我在最开始做乌克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视频的时候 我就说了我的立场 在国际这个事务上面 咱们是占国家立场 对中国有利的咱就支持 对中国不利的咱们就要反对 咱们只有这个立场 第二个呢 从现实角度出发 也不能从过去 对吧 你老拽着历史 那也说不过去 你一谈到俄罗斯就扯到什么海森碗 然后江东 六十四屯 又是打屠杀 对吧 这些也不合适 这个只能叫借奸 俄罗斯啊 他有这个劣行 你不能信任他 他对中国是有领土野心的 这个野心啊 可能不那么容易去掉 所以我们分析这些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咱们从现实出发 就是现在出发 现实的利益 然后呢 是以国家利益 占国家立场 这样呢 不容易双标 否则的话 你很难自圆其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认为啊 把俄罗斯的实力啊 削弱 这是有利于中国的 也有利于美国 所以在这一点上 中美之间 很容易达成一致 但是呢 说要把普京 给他拉下马 这个可能 中国不太愿意 美国呢 也未必愿意 对中国来说 如果普京下台了 那就说明 普京这一派失势了 那说不定上了一个 亲西方的 这么一个领导人 这样对中国啊 感觉压力也大 那对美国来说呢 如果普京下台了 换了一个 真的亲西方的 他能融入西方 跟欧洲啊 打成一片 那美国 他就失去欧洲啊 欧洲还需要美国干啥 人家美国 人家欧洲 歌舞升平的 对吧 俄罗斯又有原料 又有能源 国土又广袤 又大 欧洲 对吧 他们有技术 这样人家欧洲 可能发展会更快 要你美国干啥 这也不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希望欧洲啊 保持一定程度的 紧张 要不和 对吧 这个都是 他们一贯的玩法 你那个地区 保持一定的紧张程度 那么美国 他就有价值 他就可以去调停 去干涉 去控制 所以我认为啊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并不太希望把普京啊 这次给他打趴下 就是让他倒台 但是要拔了两个虎牙 这是一定的 要把俄罗斯 消耗成一个纸老虎 真正的纸老虎 对欧洲 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但是呢 又不太能干什么坏事 不太能对美国各种威胁 中国当然希望 他也不太能对中国各种威胁 所以说啊 上上策 是中美联手 一起耗这个俄罗斯 实际上就是中美啊 联手铁锅邓大鹅 美国负责布这个局 乌克兰负责倒水 德国法国负责天柴火 英国负责上风点火 中国呢 就负责把盖盖上就完了 小伙慢动 普京那么容易上当吗 肯定不容易上当 普京也很贼啊 所以你看他 边打边看 根本不急 边打边盘算 普京这个战啊 一般人不一定能看得太清楚 他看的不是收益 普京这个战打的 收益是远期的 现在啊 他只有付出 又是对吧 卢布贬值 又是制裁 又是经济一团糟嘛 他短时间 他没有收益的 只有坏处 但是长期的收益 未必 短期呢 俄罗斯是有损失 危害很大 但是他给欧洲造成的 这个危害啊 更大 欧洲现在本来经济啊 就叫积极可危 这个普京啊 又给这个骆驼身上 加了一根稻草 说不定这根稻草啊 就把这骆驼压垮了 这就是压倒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是吧 你美国西方制裁俄罗斯 最终导致油价暴涨 物价费涨 这个欧洲 对吧 已经现在已经 缠到了滋味了 农产品价格涨 对吧 化肥价格涨 大宗商品 能源 天然气都在涨 这是第一轮伤害 这个对欧洲造成伤害吧 第二轮伤害什么 就是难民啊 乌克兰的大量的难民 你看 俄罗斯为什么 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 人道主义走栏 让老百姓撤出来 然后他一直赶 对不对 大炮到处炸 实际上这些老百姓 只能流离失所 逃离家园 逃离家园往哪儿逃啊 俄罗斯慢慢的赶 对不对 他也不急 这样的老百姓 全部被赶到波兰 往欧洲跑 这样难民啊 会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难民到哪儿 哪儿哪个地方的经济 就会受冲击 社会也受冲击 对吧 你得花钱啊 你每个国家 没那么富裕 他能接待几万难民 几十万呢 几百万呢 而且越来越多 哪个国家受得了啊 德国就骂街了 开始 说波兰 你不要把那个 难民一火车一火车的 往德国送 德国说 我这都好几十万 上百万了 我才给你送两万 你就开始叫苦了 所以第二个呢 这些难民到处跑 给欧洲啊 也加剧了欧洲的分裂 矛盾 这就是普京啊 他的算盘之一 对吧 总之他在慢慢的赶 把这些难民 往你们欧洲赶 加剧当地的经济危机 说不定欧洲 哪个国家就崩盘了 逼得欧洲啊 求饶欧洲反过来向美国施压 不能再打了 何谈 对吧 现在就是美国 他是损失最小 站着说话不腰痛 离得远远的 只会大家去围堵 胆枪子的是波兰 负责掏钱的是德国 法国 英国这些 那现在俄罗斯呢 实际就是跟这些欧洲国家拼 拼谁能忍 谁能开启极限生存模式 反正倒是好不了 俄罗斯现在没乱 你制裁快一个月了 人家也正常 对不对 没有说哪个地方抢购 封抢 现在还显得很平稳 就是卢布贬值了嘛 贬值就贬值嘛 无所谓嘛 对吧 反正俄罗斯 他有矿场 有资源 那些东西都是值钱的 你的卢布无非就是纸嘛 什么美金 对不对 都不在乎了 他就是极限生存模式 总之粮食他也够 那看欧洲扛得住嘛 谁疼 谁自己知道 所以普京不着急 有可能慢慢打 他这战可能拖的时间很长 就是跟欧洲啊 比忍耐度 反正跟美国比不了 那就跟欧洲 欧洲扛不住了 欧洲就会给美国施压 所以啊 打来打去啊 就变成一个俄罗斯人民 跟欧洲人民 比拼耐力的时候 谁耐射度高 谁皮糙肉厚 谁能吃苦 从战场上来看 反正你乌克兰 也不可能把 把俄罗斯人赶走 这个你只能打打游击 你也没办法发起什么总攻 把侵略者赶出这个乌克兰 做不到 总之在这件事情当中 置身事外的是美国 还有中国 反正中国是不能染进去 不能摊这摊洪水 一定是把这个墙啊 要起稳了 就是七强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